事业,现在人很讲究这个 甚至有的说我找不着好对象 没有好姻缘,我就把精力放在求个好事业 说有事业心 仔细的朋友会看到,为什么我们把工作跟事业分成了两集 是为了多赚一块钱吗?多赚一份吗? 它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拆分 要从混沌把它一个一个的 清着上,桌着下,那么哪一个清呢? 这个职业 你可以叫工作 赚钱养家 可以叫工作 但是事业就不一样 事业是要有工心的 才配叫事业 有人会纠结 事业这个字当初是什么意思 这还算比较有点追求的 但是 他过于纠结这个呢 那这种人 那这种人也是往往钻进去的 出不来 我们不要管这个字当初是什么意思 不管这一个事 在什么时间发生的 什么人做的 叫什么名字 记不住 不要紧 哪个地点 不要紧 哪个事都不一定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这个的意义 你要知道它的作用 原理 我们 我们就哪怕 哪个甲义丙丁 甚至用西方ABCD去代替 就这么个事 你看 职业 坑蒙拐变 算不算职业 古代的江湖行当 一说我是江湖上 道上的 金皮彩卦恒兰荣格 三教九六 各式各样 三百六十万不止 尤其现在行业更多 那么 甚至南道李昌 他也是一个职业 也是一份工作 可能 为了养家 有的不得已 尤其在古代 但是现在 做点什么不好 年轻轻的 是吧 在古代不一样 有的时候 有的环境 确实有女子地位低的 有家庭落魄 不得已 如果她是 卖身脏妇 那么不管她干什么 她没路可去 眼下这个环境 只有如此 问心无愧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但是相对来说呢 如果有的选 这个职业自然也 分高低贵贱 在美国不分 在美国不分 所谓人文人平等 干什么 那你在中国呢 一个国家的首领 一个地方呢 权贵 一个名称很大的 教授 甚至明星 现在从 三下三九六 变成了上面 细思当道 你跟一个开车的 跟一个卖猪肉的 毒妇 跟一个收费品的 是吧 怎么能比的 怎么能一样呢 你找对象都找不到 有时候她赚钱 那我也就干了 如果有的选的话 谁不想高尚 其实 这就是从心 内在的 是跟同时外在的呢